我有一位朋友结婚成家了后 有了两个男孩子 夫妻两个常彼此提醒 要让两个孩子一起培养出责任感 只是实际上 每当他要训练两个孩子做事 一旦有一个偷懒 另一个就常常用 为什么他都不用做来推卸责任 他和丈夫时常感到挫折 是不是把小孩教得很失败 直到某一天 他跟两个念小学的学生 他的孩子聊起了生病的话题 他忍不住问他们说 妈妈老了以后生病了 怎么办呢 这时候老大还没有说话 老二就抢着说 我会帮你推轮椅 这时候丈夫听到了也问说 那如果爸爸生病了呢 老二又很快地回答说 给哥哥推 我朋友忍不住笑了出来 因为他知道老二比较怕爸爸 当爸爸的当然也知道 故意又接着问说 那如果哥哥不想推我呢 原本以为老二会来一句说 哥哥都不推 那我也不推 但没有想到 老二想了想 说 那我就两个一起推咯 你是我爸爸呀 这时候老大爷抢着说 那不行 弟弟一个人推不动两个人的 我来一起推吧 我的朋友很惊讶 才发觉 原来两个孩子 都已经开始懂得负责了 而且不拿别人当借口 还会互相分担 他把这件事 分享在朋友圈 感叹说 他之前总怀疑 怎么教了半天 孩子都没有改变 如今才明白 教育是急不来的 它是一种不断的累积 然后在不经意的时候 展现出变化 这也让我想到 以赛亚书55章十节说 雨雪从天而降 并不返回 却滋润地土 使地上发芽结实 使撒种的有种 使药吃的有粮 雨雪 就像父母对孩子的养育 降在地上 也许没有马上的成果 但孩子这片土地上面 确实是有吸收的 只是在等候节食的过程 所以 父母也别太快下结论了 坚持进行就是了 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呢 我是您的主持人张静 很高兴您收听 爱说两分钟 欢迎您将您的感想或分享 在底下留言 十分期待您的回应哦 或是 如果您愿意的话 也可以透过email告诉我们 email是 52mtalk at gmail dot com 52mtalk at gmail dot com 谢谢您 愿神赐福您 打电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